书接前文 上回书正说道 周同周光祖 爷儿俩戏耍少林僧 其实啊 不怪周同 就因为这和尚太气人了 说人话不做人事 把四个大活人给扣在这儿就是不放 你想周同能不生气吗 故此才发生了争斗 正在这时候 平凤岭少林寺的当家的老方丈 粉面如来洒都 领着火人赶到了 一看这院里乌七八糟 黑电房上的瓦没了 地上全是瓦片 再看手下的弟子徒孙 大多数都受伤了 一个个满面事实 狼狈不堪 大和尚这心理能通过吗 但是奈于情念 请周同爷儿俩从房上跳起来 说起来他跟周同不是一般的交情 说这话在十年前嘛 就这少林寺残破不堪 需要一万两白银 才能重新修复 哎这件事 这法度伤透了脑筋 一万两斤子 那是钱呢 怎么办呢 醒过周同 让周同给他帮忙 周同一个人就捐了三千两 另外老爷子四代奔走 又给他木化了八千两 超过一万两这个数 帮了他就忙 还把这少林寺修好了 本来就有交情 通过这件事 交情就加后来 这法度觉着 欠周同的情 可怎么补报呢 到现在也没有实际行动 咱们先言手续 等周同一俩从房城下来 彼此见过 撒都一笑 老伙钱 怎么撒这么大脾气 哎 他们怎么把你气着 你这何苦呢 哎 算了算了吧 来屋里坐 屋里挺 说的话携手揽慢 把周同一俩让进禅堂 和尚们 利用这机会打扫庭院 咱不必细说 爱上药的上药 爱包扎的包扎 都得听老当家吧 来到屋里分宾主落座 撒都接着问 老伙家 怎么生这么大气 为什么 周同一乐 我说老房长 你是否明知故问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我没在庙上 就是知道 也是传言 我想查队一下 真实与否 到底为什么 好嘞 那我就跟你说一说吧 周同啪啪啪啪啪啪 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 最后扣到正题上 我说老婆去 我要人 没什么不对吧 你们本来是寺庙 寺庙呢 是佛门善地 有什么权利扣人呢 现在四个大活人 压在你这 你说你们这么做 有点过分不 我凭着老脸来要人 没什么不对了 咱是朋友 我也替你们着想 一旦得罪了水不凉山的人的后果 不可收拾 你说是也不是 故此 我们才翻了脸 伸了手 哦 原来如此 那我再问问吧 去 把广恩给我交进了 师父不说话 广恩不敢进来 听师父传唤之才进来 弥陀佛 师父 广恩啊 你把经过再跟我说一遍 是 广恩啪啪啪 把事情又讲了一遍 当然 他跟周同说的 有相似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这叫各之一词 各说各的理 法图停满着点了点头 下来 转脸 这才跟老夏克说 回老伙计 我看广恩这么做 也没什么不对 哎 谁的徒弟谁不心疼啊 死的那广慧是我徒弟 我掰着手 教他十五年功夫 你说就这么立家人包着人肉馅包子了 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说我徒弟想给他师弟报仇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老人家 我看这么办 广恩说的呢 也对 你也要回去 你无论如何把那个母业 他孙二娘 把他找来 老僧 一定公平合理解决 要说我就瞪眼 把菜园的张青母业 是孙二娘 如何长短 把他们也捉搏了 包人肉馅包子 能吗 我绝不能那么做 但他们夫妻来了 讲明这是怎么回事 向我配合不是 道计道计 这事就算完了 说老侠客 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你说现在孙二娘逍遥于法外 连面都不露 我们就圆了圆了 扁了扁了 把人就放了 这实在心气难平啊 事情怕三个 要轮到你一头上 你能接受得了吗 老侯家 你看我这个要求 过分吗 哈哈哈哈 行 不愧是师徒 所说的话 大同小异啊 咦 那么 孙二娘要不来 这人合着 你就不放呗 哎 很为难啊 你为难 我也为难 老方党实话跟你说 梁山的人都是我的晚辈 欲其林 卢俊一是我头顶 那么也就是说 你压的这些人 也是我的晚辈 哎 也可以说是我的弟子 初孙 今儿我就舍着老连官 你要人 我算计不算过分 你说呢 我把人要走了 也不是说 这事就拉倒了 我也一再表示 过三过五 起码等我的寿期过来 我一定把孙二娘领了 好好把宋江 将卢俊一刀找来 当着你的面 把这事说清楚 咱把这事摆平 我的要求也不算过分 真格的我舍了一回脸 张了一回嘴 这四个人我就要不出去 我怎么离你的少林寺 大和尚 你说呢 老沙克 你也得为我相信 你就这么的把四个人 领走了 你看看 房上的瓦没了 我的弟子徒孙 大多数都受了伤了 你就硬瞎膊把人要走 我的脸忘了 知道内情的 知道咱哥俩有交情 不了解内情的 说平凤岭少林寺的和尚太窝囊 太不值钱 让人家都欺负苦了 连个扁辟都不敢放 我说老侠哥 你替我着想过吗 所以说 我不能放人 好了 这么说你向着你徒弟 人你是不怕了 万难从命 那我非叫你放 谁叫我放 这话好像不是你说的吧 你身为侠客 能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吗 啪啪啪啪 周童 啪就站起来 哈利 我说发都啊 二话别说 算我压了眼 交了你这么个朋友 今天我就算求你 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 你就把人交给我 我二话不说 早晚这个情我赌 你看怎么样 老侠哥 我说过了 什么事都好办 你把孙二娘领来 满天云海就散了 没有孙二娘 我不能放人 哎哟 把周童客气坏 用手指着发都 这话 如果是广奔说 我不知道他对 出自你的嘴 我发都啊 你太没有情面了 今天你给人 给我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我 要定了 不给不行 周老侠 那么我就是不给 你还想动武吗 那当然了 那就得武力解决 好啊 拼分就要奉陪到底 我也想开开眼 长长见识 看着周的侠 江南十老的第六老 有什么本事 钱 钱 春春 跳得远身 这下闹翻了 其实俩人心里都不太痛 说发都就觉得 这周童 有点欺人太后 我就欠你的情呗 你也不应该这样 当着我手下这么多人 掐脖要人 无论如何 我看着我 我看着我 你看我这人受伤 就多少 我就答应把人给了 我的弟子 徒孙 表面上不反对 背后也得有怨言 我小明 也是少林寺 四大名僧之一 将来见着我那几位师兄 师兄能答应吗 我脸上 乌光 丢人 羡羡 周同 周老 下个人 气得也不得劲 那么来了 就是为要人来的 用什么要回去 一旦传扬出去 好说不好听 这不栽了个软根头吗 所以今天是绝不能让步 就这样他们到了院里 这阵阵院打扫的是干干净净 那些受伤的和尚都包扎好了 站在远远的地方 关笛料阵 粉面如来法度 来到庭院当中 庭神站好 双掌合十 阿弥陀佛 老侠可 没想到 咱老哥俩 还得伸身手 他这有什么没想到的 哎 练武的人嘛 要有不交手之理啊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你我互相学习学习 嗯 说的也对 周同就说 大伙上 咱俩伸手 这有名堂的 万里有一侥幸 我把你赢了 你怎么办 满足你的要求啊 二话不说 把人放了 我愿意吃亏倒霉 你怎么说 怎么事啊 你说这事完了 就完了 你说我徒弟 广辉 死了 白死 那就白死 好 那么周德加 我要 我要侥幸 把你赢了 你怎么办 大师父 你要把我赢了 这四个人 我不要 杀寡存留 你随便 好 好好好 我说大伙 你可是侠侠侠侠侠说话 吐吐嘛 可是个兵 这么多人可做见证 你说话 他得算出 那是自然 你别看周同嘴 这么说 有点后悔 呀 心里一方 觉得刚才说的 有点过分 其实一旦 我不是人家的对手 我说话 得算出 自聊人命 我就交代 到了那时候 我怎么对得起 宋江 怎么对得起 卢俊逸 和梁山的英雄 好汉 看来今天我非赢不可 不赢 没有退身余地 我就得抹脖子自杀 我怎么这么说话 这就叫 人有尸首 马有漏梯 这血一热 一冲动 他嘴没有把门的 花扔回去了 就得背水一战 再看粉面如来法度 点了点头 哈哈哈哈 如此说来 老那斗胆奉 哎 刷 把外衣闪掉 您听这绰号 反面如来 如来就是如来佛 就是那释迦摩尼佛 他呢 怎么叫这么个绰号 因为那这个个头 他这个气质 活脱向如来佛 方便大耳大耳的 耳唇都多长 长得四眉山 而且他保养的也好 他是镇江人 山好水也好 所以皮肤十分细冷 沉漫 沉漫 故此有人给送个绰号呢 粉面如来 他乃是少林寺四大名僧之一 也是四大名僧的老四 那就是说 少林四大名僧 谁呀 谁 头一个 那是陈中长老 筹连锐 第二位 姓冷叫冷连明 第三位 八个金梅罗汉 陆登云 老四 还是粉面如来 法度 这师兄 这四个人 叱咤武林 无人不晓 他这三个师兄 现在都在少林主院 在河南登云 唯独他 被派到平凤岭少林寺 做分院的当家 因为二十四处分院 辅平凤岭少林分院最大 没专人管理不行 所以把他派到这儿来 他呢 在后面 修了一座千佛洞 在千佛洞里的修行炼武 同时这座庙宇 杭经楼里头 有一部经文呢 叫大葬真经 也叫大葬真经 据说 从西藏呢 请回来的 这部经文是 价值连城的 来这儿保管的 他的责任也相当巨大 他跟周同 多年的交情 说起来呢 他们之间呢 还有点茶口 什么茶口 往往这个人呢 太亲密了吧 就容易出矛盾 因为太亲密了 说话 他不考虑 往往说话 实当 对方就记得心里头 说这话 这去年过年 周同呢 带着礼物 也拜年了 大和尚法度 非常高兴 直肃宴 盛情款待 两个人开怀烫饮 越闹越高兴 越说越投机 从天上讲的地上 从朝廷讲的地方 就打开话匣子了 等吃喝完了 两人下棋 下棋的时候 让周同一口气 赢了和尚三盘 这法度有点挂道具 所以最后不下了 哗哗 把棋盘一推 和尚说了那么几话 哎 周大侠 讲棋义 我不是你的对手 可讲武艺 你未必能上得了我 说完两个人相识一笑 和尚有嘴无心 扔出这话 周同可及的心理 周同回到周家站 一扒在这丝子 是吗 论下棋 你不是我的对手 讲武艺 我不是你的对手 未必能赢得了你 看来你这话 不是平白无故说的 你自是清高 自以为能 你瞧不起我周同啊 将来啊 有了机会 我非找不回来 咱俩比划比划 究竟看一看 其高于低 真正的武艺高于低 我非叫你心服口服不可 你看老头啊 老头也有倔劲 那老头跟老头也不一样 周同什么人物 有血性的汉子 今天身手 也有这种严重 两个人当场把话说绝了 再看周光族 把外衣闪掉 卷巴卷巴 交给身后的小半员周天亮 说啊 给我拿着 哎 周天亮利用这机会压低生病 爷爷 你可小心啊 这大和尚可厉害 哈哈哈哈 说你放心吧 没事 爷爷心里优地 周天亮不敢多说了 再看周同 周身上下手扯 干净利落 抬预备不抬腿没有半点 甭挂之处 闻了闻 白骨囊 闻了闻 话无双蓝 少年虚然 来到撒都进前 大和尚 你先发招吧 哎 怎么能呢 原来者为客 你先发招 别碍 我要先发招 岂不失礼了 大和尚 是你提出来的非比不可 自然你得先发招 不不不不 老贾哥 你别把这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 你也不让步啊 哎 你呀 你先发招 好了 我要那么说 我周同和实礼了 休等 接着 说实是大事块 就见周同周光部 身形晃动 二位 需要搬起来 就是一掌 这一掌叫 大力 金刚掌 掌法 带着鹰找利 铁杀掌 金杀掌 银杀掌 那个掌法 班掌开杯 是吉时如粉 众有天净之力 开到和尚脑袋上 咔嚓一下 像打臭鸡蛋一样 就得碎 和尚是干什么 少林四大名僧之一啊 心中暗想 周同啊周同啊 你可不对啊 咱俩没仇啊 多年就交起来 你怎么一伸手就下得很叉子 使用大力金刚掌 想把我拍死 周同啊 你错打了算盘 我们朋友不假 要讲究功夫 我未必不是你的最后 今天我要你知的知道 我粉面如来法都的厉害 想到这儿 可力气一掌 结架相还 两个人当场 玩 这儿